美国的宪法规定 它在每十年的时候 就是它的那个西元的那个年 最后一个数字是零的那一年 要举行一次人口普查 这是从1790年就开始 到现在已经有两百多年了 它第一个影响就是 全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 它的资金要分配 它是按照人数来分配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 它这一周的人数多的话 它必须要给它的这个资金 下十年一次的数算之后 会影响下十年当中的人口的 这个接受到的这个补助 这个补助款用在学校 这个学区接受多少钱 还有用在这个公共设施 譬如说这个修路 譬如说这个公园的设计 然后那个城市的规划 都是按照人口数来决定的 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全美国 它的这个众议员的这个代表席位 它是按照人数来分配的 所以说如果一个州的这个人数多 它的众议员的这个代表席位就多 好像加州目前我们有53席的代表席位 然后但是如果它在那个数算人口当中 如果数目减少的话 那其他的州增加的话 有很可能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下十年会 缺少了这个众议员的代表席位 也就是说我们的声音就减少了 替我们说话的这些联邦的这些众议员的 这些人数就减少了 所以有两点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钱 这个我们接受的资金 那第二个就是权 就是我们替我们发声的这些人数就会减少 它只是一个数字上面 显示出这个城市有多少人 豪教政府在提供资源的时候 可以提供给每个人 那比如说它有主意的话 那华人他填了我是这个华人的主意 这个最大的帮助就是 当我们这个地区的政府在做这些规划的时候 他发觉有这么多华人 那我们必须要提供的这个语言上的协助 所以政府部门他很多工作人员 会医院里面工作人员 他要聘雇会讲双语的人员 他记得这些文件 他必须要有这个主意可以懂的文字 所以他就是其实是辩明是帮助对我们有帮助 是没有任何的损失的 人口普代在属数的时候 他是包括住在全美国的每一个人 所以那他不论是你的身份是什么 他只要你居住在美国 他就要知道多少人居住在这边 所以公民啊非公民啊 不论是什么样子的签证的人士 都应该要参与那个人口普查 那只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来旅游的 你来这边只是观光旅游的 你不用参与 那其他你来探亲的 你是学生 你来商务在这边 有一段时间居住在这边的 都要参与这个人口普查 因为人口普查的这个数字 就会影响到你居住的这个社区嘛 譬如说这个紧急的预备啊 所以如果有少了少算了这些人口 我们在做一些紧急预备的时候 就没办法知道多少人 譬如说之前他有很多火灾啊 那美国他的这个紧急预备 他按照这个地区有多少人 他不会问说 你是不是公民 我们才提供资源来帮助你 如果在这个灾难当中有紧急的时候 他要知道多少人住在这边 所以他在提供这个紧急资源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这个资源分配出来 所以每个人参与这个人口普查 非常的重要 人口普查的表格 他这十年一次人口普查表格 我们说是短表 他在1990年的时候 人口普查是有长表跟短表的不同 那长表呢 大概有四五十个问题 那短表就只有十个问题 他在2000年之后 这个每十年的人口普查只有短表 就是只有十个问题 然后在其他那个长表到哪里去呢 以前这个六分之一的住户要参加长表 他变成了每一个月 都在进行的美国社区调查 所以如果人口普查 现在还有人到你家来 说是人口普查的话 也有可能 因为那是一个抽样性的访问 他现在每个月 全美国大概有二十几万户的这个住户是参与这个长表的访问 然后对于这个十年一次这个人数的这个基准的这个访问呢 他只有上面只有十个问题 也就是明年2020年人口普查的表上面只有十个 就是如果加上他会问你的电话号码就差不多十一个问题 那问题包括的是什么呢 就是多少人住在这边 说有他的名字 还有他的年龄 他生日 他的年龄 还有他的主一 是哪一个主一的 然后之后他也问了说 如果这个家里面有好几个人他会问说这个人跟这个第一个填表的人的关系是什么 是朋友住在这边呢 还是他的兄弟姊妹 还是他的孩子 还是他的父母亲 就是之间的关系 然后他之后还会问说 他这个房子是拥有的呢 还是租房的呢 然后下面再过来就是他会问一个电话号码 因为如果说他有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还要说打电话来确认你刚刚填的是不是有一个资料 不是很清楚 他可能是需要确认一下 所以他会问一个电话号码 所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人口普查问卷上的问题都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 因为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个人隐私的资料 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机构可以知道 因为这是美国的这个宪法保护这个安全性 所以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都宣示 所以如果任何一个资料 因为我的苏夫失那个遗漏的话 我要五年被下在监狱里面 而且我可能还会要罚这个25万的美金的罚款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解决 所以人口普查员都宣示 我们是终身保护这些资料 不是说我在工作的时候 是我就是终身我必须要宣示 我不会泄露任何一个访问的资料 然后人口普查局这些资料呢 收到了时候他只会公布统计的数字 比如说百分比多少人在这边 然后或者是多少数目在这边 他不会有任何一个资料 是连就是个人的资料 会跟一个住址 有某某某住在这 或者说谁谁谁是在哪里 这些个人隐私的资料 完全受到美国的宪法保护 不会跟其他的政府机构 比如说有人担心警察局啊 或者是担心这个 这个移民局啊 或者是FBI啊 完全不会跟他们分享资料 填表的人不用担心说 如果说他正好在申请这个身份 他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资料完全不会泄露 他们只知道这个地区 只有多少人住在这边 因为那个表格上也不问你说 你是是不是在申请资料 或者你的身份如何 他完全都不会问 然后我们统计的这个当中 只会告诉这个说 人口多少人在这里 这个谁住在这边 这个名字都不会泄露 所以这是非常安全的 就是说人口普查上面的问卷 都是这个填写的人 他是自己填的 我们希望是正确的 因为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资讯 他才有办法汇出正确的图片 才了解说这个美国的 真正的情况是什么 所以我们鼓励就是 所以填写这个人口普查表格的人 都能够填正确的资料 那你不用担心这个资料 会怎么样外信 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供了 这个安全性是百分之百的 然后但是呢 如果说你填写上面的资料 有一些 比如说你填完之后发觉有些不正确 或者是问卷他收到的时候 他觉得说 这个怎么会父亲这个才20岁 孩子却填了15岁 比如说他这个 如果他觉得说有一个问题 他可能觉得有点不对的话 他会打电话来问 他来确定一下 你上面的资料是不是有需要调整的 因为有一些资料可能他们觉得有点点那个不符合这个实际的情况 但是这个呢 因为人工普查到时候公布的时候 比如说年龄层 我明明是35岁 我说我是75岁 就说这些资料如果说没有正确的话 其实他到时候他的损失是什么 其实我们自己 他不会让其他的政府知道这个个人的资料 但是呢当政府要做计划的时候 他会可能就资金多拨给老年人了 然后对于这个年轻人 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可能那时候需要一些就业补助 实就业补助 需要一些那个成人学校的这些课程的补助 他资金就分错了 这一次的2020年的人口普查 是这个有史以来历史以来 第一次我们可以在网上填表 我们提供了有三个方式来帮助这个居民 容易填表 第一个就是他可以在网上填表 在网上填表呢 他有12个语言的问卷 他有同时就是包括了这个中文的这个问卷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他可以打电话来完成这个人口普查的表格 那电话中心他也有12个语文 那中文的时候他提供了广东话跟普通话的这个特别的电话线 那这些资料都会在明年的差不多二三月的时候 我们就会公布出来 然后再过来第三个方式就是 如果你没有在网上填 你也没有打电话去完成你的表格 我们会寄一份问卷到你的这个住址来 所以就请你把它填好 然后再等一段时间差不多在四月中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没有把这个问卷寄回来 我们在五月初人口普查园就会到这些住坟 每一个住坟如果他没有填了 他就会有个人口普查园来访问了 所以2020年的人口普查园 他们会带着一个这个人口普查的这个背包 背着一个背包上面有人口普查的标志 然后他会拿着手上拿着一个人口普查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智慧型手机 他的那个手机的这个外壳上也有人口普查的标志 你可以很清楚地去辨认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从人口普查来的 然后他会带着一个有人口普查的这个身份的这个辨识 他上面有他的相片 然后也有他有名字 还有人口普查的标志在上头 那如果说你担心这个是不是人家仿冒这个人口普查园来你这个住址的话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用开门 你可以在窗户外面跟他讲话 但是你必须要回应 不然的话他早上会来 下午也会来 晚上也会来 因为他必须要有这个这个住址的这个资讯嘛 所以那你可以在窗户外面问说你是谁 然后他如果他不你他这个人不会讲中文的话 你就会你就说Chinese 他会回去派一个讲华语的人口普查语言过来 然后他们就是可以在门口在你的外面来跟你做这个人口普查的访问 或者是说他就他就给你一个那个资料说让你在人口普查的这个网站上他说他把资讯 你留在门口你不用开门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安全的那第二个呢你你你可以问跟他要他的名字 然后这个名字你要到了之后你可以打电话我们到人口普查的办公室 然后可以来确认说这是不是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 所以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防范这个就是有这个假冒的人员来榨取我的资料 人口普查局他不会自己打电话来就说不会先打电话来那你的家里面去访问这个资料 他都是你会先收到信通知你然后希望你在网上去做 所以你做的时候如果你填的表格不是很完整的话 那他才会打来跟你说哎呀你填了这个资料好像上面有些资料 我有问题我需要确认一下然后然后如果你那时候也担心说这个人是不是人口普查员的话 你就你就会你就可以说那个我要跟这个地区办公室联络一下 你给我你的名字我去查了你身份然后你在明天再打来或者你留个电话我打回去 我们在上网填表的时候有12个语文就包括了中文 所以你你到了这个网到了明年你会收到一个通知的这个这个信件 上面就给你一个网站你到了这个网站上面他就有一个选项 就是一个表格选项你可以选中文表格就是中文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打电话中心他也有人讲华文 就是他有讲广东话的讲普通话的他都有这个选项 然后你就可以跟那就是可以用你的语文来来回答 我们最近在招聘人口普查员这个这是一个蛮好的工作 这个在不同的地区好像洛杉矶这个地区他的时薪有到这个21块到23元的这个时薪 是一个短时间的工作他可以他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来做 礼拜六礼拜天他也可以在晚上的时间来做 然后你可以到这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这个网站 就是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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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sus.gov slash job j o j o b s 就是2020人口普查的census slash jobs 然后在这个网站上其实如果你用中文打说2020年人口普查工作 他也会把你引到这个网站 那要求是18逐岁 然后有公民 然后再过来就是你要你要有个email账户 然后因为人口普查员可能要处处录录工作 你可能要有交通要有车子可以出去工作 那在网上可以申请 如果你会讲双语 你这个双语流利 你是有公民 然后又譬如说很多大学生 他这个他也很想找一些工作 然后他就可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因为这是联邦的政府的工作 人口普查的工作 是一个联邦政府的工作 所以他可以去那个网站上申请工作 来做个办公 这对于他以后在他的这个履历表上 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是退休人士 他反正退休了 他想要赚一点外快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而且同时他可以帮助提供给他的社区一些帮助 他可以让我们有更好 更完整的这个人口普查数据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